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塞分析试验 求得土壤颗粒粒径分布曲线 我们就马上来看个题目 来问试数如何由试验求得土壤颗粒粒径分布曲线 7分 那我是建议各位不如就直接设计一个实验 并且马上说明这个实验如何去画出这样一个曲线 是最有效率的得分方式 那接下来第二题就是当你画出这个曲线后 要如何判断它的平均粒径 还有均匀系数和曲率系数 并且要说明你这个实验的几配状况如何 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今天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 那塞分析其实主要有四个 它的第一手资料是这个遗留百分比 当我石头全部丢下去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总重 那每一个塞上面停留的重量除上总重 就得到遗留百分比 好那这个数字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 总之全部加起来要等于100% 那再来累积遗留就是 每一个值都是前面全部加起来 也就是这个5 就是这个5 而这个10就是5加5等于10 而20呢就是5加5加10等于20 以下累推到最后要刚好等于10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50%的石头是在40号塞和200号塞中间 接下来是通过重量百分比 就是100去减它 5%的颗粒遗留的话就有95%通过它 所以10加90等于100 20加80等于100 以下累推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图去画出 土壤颗粒粒粒进分布曲线 那先讲一下这个小于0.075 也就是底盘的部分必须要用比重计分析 那也就是在后面这一段是靠比重计分析画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表只能画出0.075以上的曲线 那有关坐标轴等等的定义 在之前的节目就有讲到 这几就不再赘述 那我们现在来看 首先100%的是30.48 所以就从30.48对上来100%这里点一点 那接下来3英寸塞是7.62 所以我们从这边7.62对上来 那这里是对95% 所以在这里点一点 好那以下类推 那每一个点都点好以后 我们就画出这样一个曲线 那这个曲线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曲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每个塞其实代表力竞是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今天我不一定要点在4.75 可以点在这个range 也就是5或6或7 其实都可以 所以每一个点 它其实都可以再稍微往前 移动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铅笔这一条是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的曲线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出平均力竞等等的 它通常图不会要让你自己画 图它会给你提供 然后你再用查图的方式去回答它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话 省题的评分老师会比较容易给出一个正确的分数 因为学生的答案才会一致 好 接下来曲线画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第二题去判断它的极配情况 那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平均力竞 也就是D50 那D50就是直接从这个图 50的地方对过来 然后碰到曲线以后往下去找它的代表力竞是多少 对 相同的方式我们可以再求出D10 也就是有效力竞 还有D30和D60 用这个方式把这些力竞都先写出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回答第二题 平均力竞是多少呢 平均力竞即D50等于0.35mm 那均匀细数CU是多少 CU就等于D60除D10 那也就是11.67 那再来均匀细数是D30平方除以D60和乘上D10当分母 那算出来是0.77 那参照之前的视频 有讲到这样一个极配状况是如何呢 CU均匀析数大于9 那这是一个良好极配 但是第二个条件是它的曲率系数 必须在1到3之间 那它算出来只有0.77 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极配不良的结论 那小于1的话是因为它的中颗粒偏小 所以我们可以再多补充一句 颗粒大小分布虽然很广 因为它的均匀细数大于9 但因为它的曲率系数小于1 所以整体来说颗粒偏小 缺乏中型颗粒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